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23年4月绿卡排期分析 那我们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新的绿卡排期 然后呢,移民局宣布呢,对于亲属移民可以使用表B,就filing date 对于职业移民呢,要使用表A,final action date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分析一下最近这个排期的走向情况 我们看到呢,首先一个重大的变化,对于亲属移民F2A类别 也就是绿卡持有人,他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 那么像这个类别呢,过去好几年一直都是current,没有排期 那现在呢,在final action date表A已经出现了两年多较长时间的排期 那表Bfiling date呢,目前还是current,就说呢 如果你是有绿卡,要给配偶办绿卡 那么在下个月,这个2023年的4月提交这个申请呢 还可以130和485一起提交,不用等排期 但是提交以后,可能要较长时间,比如说两年左右 等到表A,final action date也排到了,然后才能够得到批准 另外呢,这也预示呢,今后一段时间 再过几个月,有可能表Bfiling date 这个category也会出现排期 所以呢,如果有绿卡,准备为配偶办绿卡 或者你现在交往的对象有绿卡 你准备结婚以后申请亲属移民 那么像这样呢,也需要抓紧时间 因为这个类别呢,过去好几年一直都没有排期 那现在呢,看起来将要有要排期了 所以要注意,那如果说你及时抓住机会提交了485 那么过后哪怕排期倒退 你的485一时不能批准,也没有关系 提交485以后,不需要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那么在职业移民方面呢 我们看到EB1和EB2呢 这个排期都比较这个应该还有停滞 没有前进,而EB3呢 最近排期有一些前进 那么这个呢,像我们此前提到过 因为EB2、EB3类别可以有升级降级 所以从长远来说 EB2、EB3的排期呢,应该会比较接近 区别不大 那EB5投资移民呢 对于新的政策,投资80万美元的这个类别呢 现在仍然没有排期 这个对于符合条件的 就怎么说呢 这个有这样的资金 愿意这个尝试的人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这个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和观察 移民局呢,一般来说它会有这个ground fathering啊,这样的政策 那如果说你现在抓住机会提交了EB4、EB5 那么哪怕过后排期又倒退了 移民局的政策又改变了 那你已经提交EB4、EB5的人呢 利益也会相对的这个得到保护 那比如说呢,在加拿大移民过程中我们听说过,曾经有的投资移民就取消了 然后原来交的人的钱都被退回了 澳大利亚移民似乎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事情 这个都是政府主导的 那美国移民呢,根据我们的观察还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你按照EB5现在的这样的政策及时的提交了申请 那应该还是可以来得及的 可以参考我们此前关于EB5的说明 在这里呢,顺便再说一下,澄清一下,强调一下 我们利所呢,和任何的一个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er都没有商业利益上的关系 并不需要特别的为你推荐哪一个specificregional center 可以你自己来选定 或者呢,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意见 但是由你来做出决定 这个是绿卡排期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排期前进比较缓慢 我们预计呢,在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以后 也就是10月1号以后呢 排期应该还能够得到前进 那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排期前进相对比较慢呢 这还是一个僧多周少,水涨船高的问题 坦率的说呢,在全世界范围内 存在有这个学历过剩,人才过剩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这么多人内卷 考研究生,考公务员等等 这都可以看到 那全世界呢,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有这样的问题 想申请美国绿卡的人比以前更多 这个也造成排期等待时间比以前更长 那临缘限于不如退而结往 如果说早做打算 这个早开始申请的准备 这样呢会更好一些 在等待绿卡排期期间 你也还可以继续用F1OPT CPT,H1B,O1,L1等等的签证 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另外呢,如果你尤其是办理自主申请的 EB1A,NIW这样类别的绿卡申请 哪怕中途离开美国去其他国家 或者我就从其他国家提交申请 这也都是可以的 你不需要已经有在美国的工作offer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也offer了更多 提供了更多的flexibility,灵活性 那你这个哪怕中间换工作 也可以不影响后续的绿卡的批准 对总体来说呢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23年4月绿卡排期情况分析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相关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